路边的麻辣烫 是我人生中一个充满争议的食物 在我很小的时候 有一次经过路边摊食 妈妈这个闻起来好香 我想吃 可是小孩子不能吃这个东西 为什么 我不管 我要吃 因为 吃了就会 到底会怎样 嗨各位好 我是深时章 是的 因为小时候的经历 导致我二十多年来 从来没有吃过路边的麻辣烫 我以为我和麻辣烫 永远都不会有交集 然而 命运的齿轮 却让我们相互靠近 什么恋爱翻试一下 我永远记得那天 我和罗总在超市买完菜后 已经是饭晚 此时的我又累又饿 罗总 我 我 我好饿 饿到走不动路了 那我们去吃路边的麻辣烫吧 当时超市的门口有一个小广场 旁边就有一家卖麻辣烫的小摊 什么 你居然要吃麻辣烫 那可是 什么意思 天天胡思乱想 麻辣烫我从小就吃 没有那样的事情 你到底要不要吃 不吃我们就回去了 再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后 张张还是妥协了 那好吧 你要保护好我 那你还是不要吃了 于是我们来到小摊前 马上 马上就要吃了 我 我真的能承受得住吗 这个 里面会不会 里面 会不会 到底在说什么了 不过 这样的担忧和疑惑 直到罗总递给我一串麻辣烫后 你尝一下这个 没错 就这样 我的第一次 又被罗总侵占了呢 第一次吃路边麻辣烫 话可以一次性说完吗 谢谢 嗯 这 这是什么奇妙的口感 Q弹的香肠混合得浓浓的汤底香气 瞬间在嘴巴中爆开 啊 我的身体好像融化了 好好说话 在那之后 我的内心 好像有什么东西变了 嗯 罗总 就是那个 我今天真的很想 那来吧 我今天好想吃路边的麻辣烫 去死 是的 压抑了二十多年的情绪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出来 我开始沉迷于路边的麻辣烫 我最喜欢的便是面筋 没错 面筋 一个融合了汤底所有香味的食物 吃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汤汁甩下去 而是反其道而行 一定要像我这样吸满汤汁 然后趁热 一口咬下 浓郁的汤汁加上面筋 独有的口感 瞬间冲入味蕾 啊 再多来一点 好好吃饭好吗 不过你吃这些重油重辣的食品 还经常熬夜 小心皮肤变得粗糙暗沉 哈哈 这个你不用担心 其实我涂了 伯拉雅双抗精华 你还在为肌肤暗沉 老化暗黄 没有光彩而烦恼吗 不用担心 伯拉雅双抗精华来咯 虽然我人在熬夜 但是皮肤才没有在熬夜 我在出门前都会用它来护肤 提升抗氧抗糖能力的同时 还可以舒缓肌肤 不油腻 质地清爽好吸收 非常适合夏天 而且它还有抗光损的功能 我和防晒一起搭配使用 再也不怕晒红晒黑啦 伯拉雅双抗精华 让肌肤细腻有弹性 透亮有魅力 这就是你的魅力来源吗 是啊 现在我已经用了快半瓶咯 最近还有优惠活动 朋友们可以点进评论区看看哦 有了这样的保护 所以对不起了妈妈 我已经长大了 你当年骗我的谎话 现在已经被我识破了呢 要是没有我 你根本不敢吃好吗 闭嘴 这就是我和马拉探的故事 你有什么从小到大 想吃却没有尝试过的食物吗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分享哦 我是生时章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 欢迎订阅